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 依林涛和杨顶星的对局 那么这是我们现场的画面 杨顶星也是近来这个状态 非常稳定的一个选手 然后在联赛中好像 我印象中直白棋的胜率非常高 好像基本上白棋就没怎么输 没怎么那是很可怕的 依林涛是00年 然后他在前两年的维甲中 有一年是最多胜棋手 整个联赛里面就是维甲联赛里面 胜局最多的选手 实力不可小失 那依林涛我印象当中 他下棋是特别快 因为以前跟他下过这个程维廉 就当过队友 我印象当中他这个棋落子如飞 因为我感觉现在可能 大家下棋都非常快 因为开始可能布局会特别熟练 然后尽可能地把时间留到后面 然后他们最近平时 就是训练的时间会非常长 然后这个棋型的感觉 肯定都是没问题的 就在如果没有那么大压力的情况下 基本上都是落子如飞的 好可怕呀 对只有在那个局面可能吃紧的时候 所以就会慢一点 然后像我们比赛当中 一看谁下的慢 那一定是那一方形式不太有力 很明显能感觉得到 是吧 如果有力的话 还是就是会尽可能地下 就会下得很顺 那的话就会比较轻松 然后就会下快一点 看来大家平时这个训练 真的都是很到位 下棋下的都是那么那么快速 给对方其实心理上还造成很大压力的 对一方面就是把自己把时间留在后面 一方面是不给对手 就是利用自己的时间去想 是 这番棋 一林涛直黑 直黑棋 白棋 小木 对二连心 对 其实白棋二连心正常来说还是 就是等着黑棋去求变的话 应该是比较比较常用的一种套路 嗯 黑棋挂甲 挂甲 白棋 颠甲 这个前面肯定都是 不用想 肯定都是这个套路 套路 都是套路 对 这里脱了一个迷失飞刀 看他还接不接受邀请 是的 这个 杨顶兴显然是有备而来 这应该都就是 只要这个棋扳下去 我相信就是大家就是 知道 就是他们的水平啊 就肯定是知道二十手或者三十手之后 下成什么样子的 基本上就没有变化 是 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都在一起嘛 然后研究的东西基本上也都是一致的 嗯 所以基本上看着很复杂 实际上是没什么变化可以 哦 那所以确实就是每次我还有点期待 讲题的时候能够讲到米是非刀 这样我还能学一招是不是 但是我就发现 毫不意外就是从来都没有下出来过这种大型的变化 就总有一方是不满意的 不满意的那一方可能就不会不会去走 就除非双方都特别想下 嗯 那个概率不太高 因为双方知道的东西都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哦 是这样 反正我觉得我们自己下期的时候是尽量避免这个形状 对像我的话我如果下黑棋我是长的 然后如果我下白棋我就顶 我顶对对对一样一样 我也没觉得这两个就是下成这样来说白棋就顶一下能亏多少 我没觉得亏这个确实是这个 ai都没有说这个有多大的差别哈 对这样毕竟简单一点 嗯 像顶的时候正常黑棋是不会来尝这个 如果尝的话这个白棋少搬了一下这个还是好不少 作战还是有利的 这样白棋拖 嗯 那这盘棋显然又不能让我看到这个复杂的变化了 是真的我还挺想看的 嗯 就感觉很刺激 自己下棋不敢下出来 但是别人下棋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黑棋可能以后会下米式飞到的越来越少 嗯 因为变化基本上都被吃透了 那就跟一个大雪崩一样 你如果大家都差不多的话 那你黑棋的这个贴木负担就等于是会越来越重 嗯 这样的话这个一个半个脚你这个 没有变化了 那你后面的棋可能会更加吃力 你留着不走的话 棋盘的空间反而会更大一点 嗯 那实战 白棋倒 白棋倒 这里特别有意思 就是一般情况我们这个黑棋肯定是这个棋是要爬的 爬的呀 对呀 但这里他没有爬 他这个时候强了一个 这个时候真的强 对 这个奇怪 其实也不用想 这个肯定是他之前有过准备 直到这个棋强的时候白棋拐的话要稍微亏一点 哦 所以我们白棋呢遇到这种情况啊这个别人等等的坑里呢你就不要自己 往那个坑里面跳了 哦 哦是 所以白棋就选择了 这边摘都怎么走什么就行 那这边如果黑棋不长的话是会怕白棋走什么呢 如果我觉得我还是往这边走的话嗯 我觉得他也不一定是怕嗯 他可能就是觉得尝一下不亏然后可能求下变哦 就希望你是不是这个一冲动把我那边拐死啊对对对 就这样的话形成一个转换因为我们在对局中啊想做一个这样的判断 这个是非常满的这个你谁来也不可能说判断真主对对所以现在 大家遇到这种情况基本上就是就是乖乖听话用用决议对用决议跑一下 然后这个提升率就行了嗯 对那实战的白棋就选择了还是跟着黑棋硬啊对还是说相信对手你是跑过的嗯 这肯定肯定是他不然的话不会这么折腾我就嗯是要防的话就无非有就是防这个白棋搬出来嗯 但这里他既然选择了拖牵这个搬出来我正常觉得应该不会特别的怕 对搬出来的话但是这个战斗也就复杂了对战斗嗯 是这样黑棋长对黑棋可能想哎我消耗你一点时间也是好的 这时候你是不是要考虑一下要不要给我转换 对但别人可能理都不理他一秒钟就长了 这个确实是最直接的一种应对啊心态不能让别人占便宜心态上 黑棋爬白棋长 黑棋飞黑棋飞嗯 白棋乖角嗯 这样等于这两边其实是对称的就是黑棋多尖了一下对 对那我觉得肩一下还是有亏捅的地方我是不愿意肩的 但是他他有的人认为这肩一下他他可能便宜了啊 就是他区别就在于这个鞋你肩的话就是白棋白棋本身这个鞋是肩一手是非常大的把这个头起来了对 但现在你肩了一下呢白棋要再走的话比如说飞一个之类的这底下被搬还是有点亏的 哦就肩完一下就是不让不让白棋这个头轻易的起来然后让这手棋的价值等于变小了嗯其实应该是差不多的吧嗯但是我觉得他亏是亏在 我以后白棋直接补的话是立着补了啊那我你我立完之后你肩给我肩交换肯定是亏了吧一点点一点点可能应该也还好我就啊也还好嗯嗯那行吧原谅他了就让他肩掉吧我看也有人就是走完之后就肩一下也有也有人这么走啊就是他不想让你肩起来这个头是但是肩的时候一般白棋都是长的啊对我觉得一开始好像又斑了嗯 嗯再搬背壶好像再粘回去然后就不让你搬这个但现在主要是不怕搬就你你搬我的时候我是肯定给你挡上的对这样的话你搬下来嗯吃一起粘上白棋好像长出来嗯还有的时候也不长对我走这边也有嗯这个白棋不怕正常来说这个好像白棋应该是不怕嗯这个其实跟这样有点类似跟一个三 三三点脚的这个定时有点类似嗯这样的话就是白棋这里损了两下这个点点点点和你这档 这两下白棋走到外头但是黑棋这个冲断好像比白棋要损的多啊虽然损在里头了但是白棋活了对把白棋给弄活了嗯这里黑棋有一个难难受的地方就是这两个子他吃不赶紧他怎么吃的话他很很难受嗯 那一般这个棋好像愿意下成黑棋的这个很少嗯主要还是得看配合是 所以白棋不怕其实现在是白棋挂奖白棋挂奖黑棋建起来 白棋也是简单顶一个定型嗯肩顶之后跳 这样就是这个拆和这个拆形成一个建核嗯这样的话 反正我下黑棋我是特别不希望把这个局面下成这个样子就其实跟上半棋好像也有点类似嗯就是一打散了之后就我们拿着起走这个我不知道在干什么哦方向性 对但是我要贴木我不得想办法找地方占便宜把这个贴木给找回来 嗯有点有点难度 你觉得我还希望把局面给下乱一点嗯 那实战黑棋是间 黑棋间这个嗯 正在这 白棋加过来 这等于是把白把这个选择权留给了白棋嗯那也就是说如果说他去拆的话 他是怕白棋去动脚上的不是怕白棋来走这边或者走这边嗯 就那那一定是就是他如果拆这个或者拆这个的话他担心的是白棋去扳了靠脚上啊 那白棋已经跳起来了这就推理出来了 他一定是担心白棋靠下来就无论是他拆这个还拆这个嗯这样白棋的方向就转到这边来了啊这边是一个发展方向跟这个跳也是形成一个默契 嗯但黑棋间呢也另外一方面也让白棋这个跳出一个不是特别好的位置嗯 不过这个时候我要是白棋的话我可能会选择这边嗯因为这边感觉是双方这个 但这边的话都是拆边的好点嗯 我们拆几这个有点有点难用正常感觉拆四吧应该是第三拆四 哦你是说拆到这的话太远了是吗拆这儿 有一点没有安全感 哦 因为我知道是拆这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人家都要来你一下 就是以前是走一个这个试一下运手 我看这有的时候比如说在这走的时候 就以后逼住这来一下好像是挺难受的这个地方 哦 就白棋因为黑棋这个地方已经牵出来的底下压力不是特别大 这个这个棋形白棋走到这里的话白棋是很找不到一个点很难受的 嗯 我看有一次看到决议的图推荐白棋是往这儿飞的 蛤 就感觉特别奇怪 就值得要接 所以如果说你如果说你飞这个的话 嗯 当然飞这个我们去一眼看出来这个棋形不对了 嗯 这里被黑棋靠 这你要顶的话它就爬过去算了 嗯 白棋整个棋形这个目数都没了 这个有点惨 嗯 那你要挡下去的话这个被夹下来 被夹 这个直接被分就是直接崩了感觉 嗯 这个很难受 嗯 那你不飞的话 好像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棋下 嗯 你要是被分开这个棋 跟你一想的一定是差很多的 嗯 所以这里拆4的有的时候 还是有所谓 都不是特别的踏实 拆5的话这个不用想黑棋 肯定是要 打人进来 肯定是要进来搞事情 嗯 所以所幸它这个拆不好 它就不拆了 对 只能拆 它正常要拆的话大概就拆个3 拆个4 拆3还是不太肯的 太忍了 对 一般你要发展的时候 有的时候为了这边 结实一点拆个3 我都是正的 嗯 但这边如果没有发展 我觉得好像拆这3有点太忍 嗯 这里先加了一下 加 嗯 黑棋逼过来了 嗯 来去跳 这个跳确实很很少见 嗯 这也是利用黑棋这块鞋 就是去降低它那块鞋的 这个压力嘛 一人一块这个不火 这种黑棋从这跑出来 对 我的感觉的话这个 如果说不知道 不知道那边该往哪下 嗯 那就拆一个 好 这步棋比较实在 就我觉得这步棋就是 这错误的概率要低一点 嗯 不太不太会错 而且好掌握 对好掌握 它下了 先把自己走 然后以后 是往这攻击还是往这攻击呢 就在看了 对 嗯 有选择权在白棋这边 嗯 这步棋显然还是更积极一点 相当于 嗯 这样黑棋如果跑出来的话 相当于就是一条道了 对 但我觉得一方面也是黑棋这里有可能 就大概率会形成一个大的模样 嗯 这样的话白棋直接就是进入中间 这个不让黑棋这个有一个大的可能性 嗯 多大的可能性 所以他这个想法确实 是做了全局的考量 对 一般应该想 不会往 不会想着往这下巴 竟然还会想到 我要 我要这个对冲一下你这边的这个坏事是吧 好 那是 跳起来 那这里要注意一下就是白棋刚才不走的话 往这边走 其实 就直解上应该是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结果 嗯 就你无论走什么 都是帮黑棋再唯控 嗯 那你走不好的话 我们有的时候就不如放放着 嗯 那展示黑棋很难把白棋弄得特别的惨 是的 实战呢 白棋压出来 对 这个局部啊实战是几不齐 让我 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就是我没有见过这么下的 很少见过黑棋这么下 对白棋压了几 这个白棋是这个常用手 这个咱们这个很常见的一个手段 就是定型的时候扳 然后会去长 对白棋这个下法走成这样是一个就是 比较有弹性 对对 突然一虎虎一下 有的时候真的不虎 嗯 就白棋简单的可以把自己树立好 嗯 但是挤的时候 黑棋没有虎这个 黑棋直接给打上了 嗯 这个下法是比较少见的 就没见过 基本上没有见过 嗯 因为一打的话这个白棋基本上就可以活了 嗯 翻棋搬这个 嗯 黑棋 就正常我们感觉这个肯定是要断打 对 然后我粘上 然后黑棋织 嗯 那我这个时候是不是还能断一下 断一下有便宜吗 你要不准备从这出来的话 那就断一下应该没问题 嗯 那我就 但是 谁给的图是断一下 哦 那我就不怕了 我打你 对吗 这下打好像可以先不走 嗯 可能先保留一下 好好 然后我这下打掉了 它后面我也不太吃力 哦 反正我 我虎一个就活了吗 有没有可能立这个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哇 你这个 他既然要断这一下 有没有可能是为了立到这儿 哦 这样的话呢 黑棋断不了这个 这个 这个白棋可以从这边打完 嗯 对 这个黑棋这个字肯定不能 嗯 对 黑棋如果补的话呢 我再补回去 对 但不 另一个也不一定就便宜 就是我没有可能就打一下 这个自己虎一下 就是也行 这样的话等于是白棋局部活了 嗯 基本上 就是黑棋这个怪事 其实走成这样的话 不太利于它发展 这个棋 你 只是把下底下守住了 你想在中间的进一块的话 这个 这有头 这个地方也是有头的 这里还欠的一块不活了 嗯 这个地方也被断了一下 这个棋部出特别好掌握 对 这个白棋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 对 你这边再也没有任何的先手了 所以 这样黑棋尾控是没什么成算的 对 实在是黑棋 实在 实在这个下法就更少见了 我真的 这个肯定是没见过 对我真的是没有见过 我觉得这个地方 他实在提了一个 嗯 这个有一点冲动 我觉得还是 年轻人还是冲动 因为这个其实 他这个打就很少见了 说真的 嗯 对他他主要这个打是一定是因为他虎一个不满意 嗯 他提这个原因 他可能不知道这个提好不好 因为这个提可能需要一定的判断 然后富宝上我们判断出入也会比较大 嗯 但是他他知道这么打的话 他不满意 嗯 就跟他看他打这个是觉得虎一个不满意 所以他打了这个 然后他打这个是觉得提这个 不是他他提这个是觉得打那个不满意 所以他提了这个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是 他已经逼迫自己到这条路上了 对他不知道这个好不好 但是他就是那个不好 哎哎 这个确实 嗯 但是这个也有可能会更不好呀 对有这种可能性 对他拿不准可能 因为这个地方确实判断起来 难度会比较大 嗯 因为这里涉及到这个外面的配合 嗯 但如果我们单纯看这个局部的话 嗯 这个其实从正常的感觉上来说 黑漆是明显要亏损的 是啊 而且我以前记得就是这个搬过来 然后有黑漆提到这来这样的一个 就是以后白漆把这个割下来 对 黑漆把这个吃了这样的一个变化 我记得这个地方黑漆也不是这么下 就是说以后白漆这个地方的本型补是自己补在这 对 他黑漆现在跳了一个 对 也不知道他是在担心什么 嗯 他正常有可能是搬了虎 搬了虎这个追求白漆的毛病 嗯 对 白漆味道还是有一点点坏的 嗯 但实际上这里就简单跳了 对 他莫非是觉得这已经便宜了 我觉得这样是不满意的吧 正常 正常 正常是不满意的 嗯 其实我们有一种简单的办法 这里我们先数一下子数 嗯 这里白漆被提了一个 嗯 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字 嗯 黑漆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个字 那十个字对八个字 我们这个棋不知道好不好 那我们对比一下两个字 正常两个字就是一个五油脚 嗯 那五油脚在人一手棋没花的情况下 变成了这个样子 你能不能接受 就你只要想一下这个问题就可以了 我觉得我不能接受 呵呵呵 我不能接受这个脚还被人家吃了那么大 对 这应该是 就是挺亏的还是 嗯 还是亏了吧 或者我们按一手棋 就正常来说一手棋大概是指两个贴木 嗯 因为你下黑漆的话你要贴白漆木 你第一手不下的话等于是别人贴你的木 嗯 这里差两个贴木 那这里白漆角上大概有个 不到十五木棋 但也接近了 十五木棋的话 那你这个外式的价值 你多了两手棋 等于你得做到十五木棋 加上四个贴木 因为一手棋是两个贴木 嗯 四个贴木的话差不多就是个 二十八木左右 就如果我们按一个贴木七木棋算的话 等于你这个棋的价值得 达到四十多木才可以 那我想有点难度 对 基本上得 四十木都是黑漆盔 是 所以这个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 依林涛会选择 这样的一种下法 感觉这个下法也不是很复杂 其实 嗯对 都是一些判断 他如果从局部上的话 可能如果我们把这些棋子 全部的都给拿掉的话 嗯 如果是第一个局部下成这个样子 可能黑漆也能下 但问题是这个脚的定型好像极其不利于这个发展 嗯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容易出现误判的就是白漆这里有个子 它对这个地方将来围成大控的这个是有影响的 因为白漆将来也会这么点的话 这是有鲜手的 这样的对于这块控的这个结实程度是完全就是不一样的 嗯 而且以后这真的杀出来之后 黑漆这个棋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厚 嗯 所以按照我们的判断这个局部黑漆肯定是十分了 对嗯 白漆还是很实惠的这个棋下的 黑漆在这儿啊 白漆又简单了 煎了一个 煎 黑漆飞 对 但这个下法就是白漆就会下了 嗯 黑漆这么一走的话 白漆肯定是必得也就是要不压要不煎 是 煎的话就看你你你觉得别人会不会搬了 如果你觉得他会搬的话 那你肯定就煎一个就把它推过去 就让他后市变重复 嗯 然后怎么简简单单削一下这个漆就非常主动 嗯 实际上是压的 压 黑漆 斑 嗯 白漆肯 嗯 要是我的话我觉得我肠也也满意了 嗯 我觉得我把这吃了不好吗 肠一个它肯定会肠 肠 那我就改过去 但是 这个是不是 哦 还是要出来 你自己有断点 这个拐别肯定不会硬了 这个关键是 嗯 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吃这个 我觉得哪怕你能这么吃了 嗯 这个结果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别人不一定同意 这是这个这个就有可能会越吃越小 这个气 不是我这可能只是我们的一个幻想 真的别人一旦上手段的时候 嗯 我觉得搞事情的时候 会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 嗯 这个其实毕竟有这么大的空间 嗯 正想吃死菜了 没那么容易 而且哪天别人冰一个的时候 你头有点大 我到底是补还是不补啊 你可能觉得该补 但是你找不到一个地方补 你总不好意思往那煎一个 你真的煎了 你有可能家里还有什么手段 嗯 弄得你应该是挺烦的 嗯 所以这个不是特别的好控制 对 那实际上可以 白旗选择了一种非常实在的下法 对 继续走时控 黑旗打吃 那这个就非常明确了 黑旗这个子已经死了 这样的话就是黑旗这两个交换 还是有一点死了 嗯 对把味道给卖没了 那这也是白旗愿意吃掉 它这个子的原因 嗯 然后黑旗飞出来 白旗再加一手啊 那这个地方 就吃得非常的完整了 对这手旗 其实我的第一反应 这手旗感觉有点财民 哈哈 哦 那你觉得现在有可能还是 直觉这个就是 走大局 往中间走 因为黑旗很明显 这个旗是目标是要围这一大款 嗯 就我的直觉这个旗第一手进去 嗯 但是它这么像呢 肯定 它 其实不是想抢这个木 它其实就是想走一个最狠的 让你无退路 啊 它让你这几个子呢 相当可能还薄 嗯 它逼着你去围 然后它觉得它有把握 然后把你破掉 直接一起 然后直接引起 啊 给你一个缓和的机会 就是把所有的木都给抢了 嗯 直接一起 然后直接引起 一起一二 嗯 嗯 但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就是特别好的手段 怎么前来怎么去阻止黑旗围的话 嗯 最好不要下这种棋 嗯 因为这手棋其实木手并没有那么的大 就是我们老老实实进去的话更好控制一些 嗯 均衡一点 因为白旗其实前面已经占着便宜了 以前已经捞的够多 对对对对 现在就是把这个 棋走的不复杂就可以 对 拆二 拆二 然后黑旗拐过来 那这样我们看能看到黑旗显然是 但是这些子力好像都能配合上 对 啊 但是这违控的时候就是就是怕这个有一个大的缺口 嗯 这个缺口你不好守 嗯 这里就相当于大门敞开的这种局面 嗯 这个时候就是我一旦出现这种局面 这个大口都开着 然后别的地方都堵住了 这时候一定要想办法就进去了 嗯 所以实战白旗立了一个 黑旗 黑旗也是抢最后一下 这个真的是把最后一个可以抢的墓给抢 这房子以后搬 对 还有影响 对 然后他一方面也是就是利用这个和调外以后这个的可得性 嗯 将来把这块空给洗掉 其实白旗现在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箍的字了 像这个也安定好了 这块其实基本上没有没有太大的问题 嗯 两个大三个大脚站好 对 这墓中还是真的不要少 对 那黑旗不能再跟着硬了 黑旗现在全盘已经就是50墓多了 嗯 这黑旗这个中间基本上 围60墓就是都很难引 因为白旗在黑旗的围空的过程中 白旗多多少少会长一些墓 嗯 然后这里还还有一点缺陷 嗯 这60墓其实 没有那么容易去围 我们有可能这么就真算那么封上 只要底下被破掉一点 这个旗正要数60不一定能数出来 嗯 然后实战 白旗 坐在这儿 白旗马上就打入进来了 挺狠的啊白旗 这首旗其实还是 就是他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一首旗 嗯 他觉得这个 他也是一个分次嘛 他可能觉得走到这儿啊 比如说这个我们再往第一线走的话 嗯 肯定是更容易坐火的 因为底下更好找眼位嘛 但这样的话 他觉得这个旗被镇住啊 这个黑旗还有这个收控的可能性 嗯 他差一路呢 这个你再守的话 又想一路的话 他觉得这个更有把握 然后觉得你吃他的话呢 这个 比这个收控的风险啊 比这个黑旗收控 对他的压力来说更小一点 嗯 他觉得这个活应该是一个 绝大 嗯 就是没那么难的事情 他应该是觉得 但其实我们真要想找这个眼 也没那么容易 哈哈哈哈 他实际还是对自己自信满满 对 等 然后拆衣 哇 好冷静的一个气 但我觉得就是这个 这个拆衣是一个分水理 拆衣之前 我觉得这个气 我觉得挺危险的 还是 但这个一拆衣 我瞬间感觉 眼味出来了 对 我觉得这个气 多半时要火 嗯 拆衣完之后 黑旗 正常情况不会往这煎 那这个气 白旗煎了历史先生 那这个 一做眼就感觉 马上两个眼就出来了 对对对 瞪得圆圆的 对 而且这里这以后拐的话 这边其实还是有点薄的 嗯 这样的话确实黑旗想杀他 这个难度 就有点大 有点大 其实黑旗整个过程中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对 他只吃了这个之后 他可能就是进去 他不进去 他其实他也没办法 他只有一条路 就是围这个中间 嗯 那到了这个局面 他封住之后别人进去 他杀他是必须的 他没有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 嗯 因为像这个白旗在这个地方进来的这个分寸 其实是白旗找的 对 你是被动的一方 对 白旗是主动的一方 我可以选择进一路或者退一路 对 但是你没得选 白旗要选的话就是选一个让别人难受的点 嗯 就你如果选到第一线的话 别人想到不想就振你 那别人应该不会太 不会太多想 就直接振住 嗯 你也应该不是最好的一个点 我们如果找到一个好点的话 一定是对方纠结要不要杀你 要不要杀你 嗯 他越纠结的话说明你那个点选的越好 嗯 对 他实战这个白旗这个点 看来选的就是不错 这回来 这回来 对 他如果往这边走的话 就是这边还是有点薄 嗯 还是往这边 白旗靠 可以去退 但是我觉得这白旗不是跑出来了吗 对 他可能是没有办法 就是如果说这个旗从这边 这边去杀的话 嗯 我可以看到这个跳是 应该是先手 嗯 黑旗反应 是 长 贴 那这里跳一个 黑旗是有点难受的 嗯 比如说黑旗长的话 白旗还有很靠路 尽长这俩交换也不便宜 嗯 黑旗这边的帘 帘的话呢 白旗再跳出来 就 这块已经可能自身都有问题了 黑旗本身也薄 对 黑旗没有 没有把握这个旗 嗯 是 对 我们下旗的时候 这个真的是要注意自己的问题 这个 嗯 一旦被反攻的话 这个很危险 是 黑旗退了 退 白旗尖 嗯 这也是很讨厌 这个下下水 就要冲断 嗯 但黑旗好像 不能再沾了 嗯 再沾最简单的白旗尖腕力 这一座也已经火了 这里再往 再往中央推一推的话 嗯 这个黑旗 主要黑旗真的是没有 没有木 没有木 对 大小圈是白旗的 嗯 那是这样的黑旗 选择在这里立 对 这是应手 嗯 他想怎么样 这个尖我不能给你尖到 是吧 我这里如果挡先手 你这个尖就变成后手了 可以 就先看一下 你以后 你看你什么也 比如说你沾了以后 你再立别人可能管了 这里先看一下你怎么硬 嗯 实际上白旗是团住 嗯 白旗还是要这个先手 不要这个先手的话 这里眼位没那么好 嗯 这一块旗还是 有风险的 嗯 加 这里黑旗想把 把自己的气就是走长一点 走长一点 去杀 是 嗯 但是白旗打完了之后就没有走了 这个地方 对 因为白旗目标还是要活这块旗 嗯 然后黑旗加这个 其实他不能不觉得加那个有多好 嗯 他只是在这边无论走什么 他只要没有把握吃掉他的话 一定就是帮白旗这块旗走的越走越活 嗯 他一旦在这边定型一定是帮着白旗活 所以他那个只是找出另外一条路 嗯 我先不帮你活 我先看看你那边会怎么样 嗯 像白旗 白旗还是要记住自己的任务 白旗就始终是要把这块旗活下来 嗯 嗯 是 黑旗挡 嗯 这里白旗点了一本 白旗点 这个点就是 一点出来的话 黑旗就明显是很难受的 嗯 那这里黑旗不能冲也不能挡 这里随便走的话就被一断就完了 这里大旗真的就被断打 是 白停进去一手的这样 肯定是不行 对 冲的话也是一样的 这一段 然后你一大旗被一断打 对 这里等于只能老老实实实沾上 嗯 好 那么白旗加回 白旗爬回 嗯 这样的话白旗眼位就看得非常清楚 是 你要冲的话我退 我这还是个先手你才断我 那脚上白旗先动手的话 黑旗虽然要收气啊 但是先动手的话 黑旗肯定是被吃掉了 嗯 就我觉得最简单点完点就肯定是没问题 嗯 实在黑旗搬了一下 搬 嗯 搬了一下其实是挺损的 是啊 直接就帮白旗做活了 对 这一打 白旗打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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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脚里面就必须有一些棋了 那没有棋的话这个 要没提 但是我觉得白旗如果提掉的话 这个脚里面也就是个打结吧 白旗提掉的话 黑旗肩这个 可能 嗯 正常的第一反应是提 但如果脚上没有太大问题的话应该是 嗯 但是这样好像还是有点问题 对 白旗 黑旗扩大眼泪 白旗打这个结白旗怕吗 就这个结哦 嗯 嗯 这个结是不是 铺进来 嗯 这个结黑旗感觉压力也很大 然后白旗中间 这总有一些本身结 嗯 黑旗这边走了 我觉得这白旗应该不怕 不怕 对白旗应该也不怕 脚里应该 反正一下看不着 看不着黑旗特别好的手段 嗯 但实战好像显然白旗是有点怕 没有实战我觉得他这个不是怕脚上 我觉得他这个是为了追求更好的下 更好 他提这个他觉得只有六目旗 就是白的多两目黑的多四目 他觉得只有六目 但断到中间的话就把这头走进来 他觉得断到这可能效率更高 哦 但是黑旗现在断 把白旗这个气颈上 嗯 那白旗这个脚上是不得不补了 现在 对白旗斑了一下 断 点 就脚上白旗先动手的话 一定还是比黑旗先动手要好一点 嗯 是 这样的话我感觉上是有一个 缓解气的结吧 这有肯定是有一个缓气结 然后这个缓气结 跟刚才缓气结有一点区别 嗯 刚才黑旗先动手打缓气结的话 这个提是归黑旗的 嗯 现在白旗搬了家的话这个很明确 你要打结的话 这个目准很开心 对 先提完之后这里以后有可能有刺 这边也有可能有刺 对对对 有点很难接受 嗯难受 黑旗先把这个两个提了 白旗吃掉 嗯 比方后黑旗搬 白旗搬 嗯 黑旗踢 对 黑旗这个 要想先打结 等于先 先得亏一手 残忍 黑旗确实 对 有点 这一下亏的还是挺多的 嗯 黑旗底 立 黑旗也想从这边打进来去打结 嗯 对 它收气的话 肯定得把这个旗先把这个白旗给打回去 嗯 然后 白旗踢 黑旗立 这一个 白旗挡 这里挡这个也很明确 本身是可以挡在外面杀的 嗯 但是这里挡到料的话 就是不给你结财 对 挡到料很清楚 踢 哎 这个捷好舒服啊 对这个刺 实在是太舒服了 开心 立美姐 打吃 哎 他打吃的话 就是为了 白旗硬的时候 他牵到手 嗯 白旗如果沾呢 他这个 这个就便宜了 对 就因为本来你沾上我 以后我可能是提到这儿了 白旗 对 他不太 对打一下 把黑旗眼味 把白旗的眼味应该是打坏了 嗯 这以后搬进来可能也 对 他先要看你应对 对 那实际上白旗蹄呢 他就可以补在这儿了 对 就比沾上要好了 下的也是很紧凑 白旗蹄 但是感觉怎么看都觉得有点艰难 对 一起点过来 白旗拐 黑旗现在是想把公鸡白旗这一块旗当成解擦了 对 但是观点是那个脚上还缓着一口气 缓着气的 然后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问题 这个节不是说黑旗打赢了 这盘旗就赢了 这个脚上实际上我们要估算一下的话 大概也就是个五十目的价值 就应该我们要数字的话特别好数 大概 双方就是死活的话 差个二十五个格子 就这里面黑旗要想杀白旗的话 黑旗得花三手气 嗯 那白旗要活的话得花一手气 就活干净的话得花一手气 嗯 这里进出的话四手气 四手气平均下来的话 一手气其实也就差个十二三目可能 嗯 也就是每一手气的价值大概只有一个 你一手十二三目 那你如果花三手气去把白旗吃了 白旗去飞了一个去拆了一个 然后去走了一个关子大关子 黑旗最后一属目 发现全家的地盘也都不大 嗯 这个是无法支持黑旗获胜的 这个是黑旗最难的一个点 很难 就是说现在赢不赢还不知道 但是赢了也不赢 对 这个结赢了也不赢 这个旗让人很难受啊 而且像对手这个吓得还是很凶残的 这个时候依然金的黑旗的毛病 对 一方面是让黑旗这个地底上有段损失 一方面是拐出来之后黑旗变薄了 这里白旗有一些杰材可以利用 嗯 一起跳 嗯 白旗 这个时候我觉得白旗是下了最残忍的一首鞋 这个时候来沾了一下 哎 不是现在白旗是尝这个 白旗尝了这个 对 黑旗提节的时候白旗在沾的 哦 就他这个还是要尽可能的全部抢到 对这个还真的挺狠的这个 其实我们觉得这难道消了节不够吗 这期 难道消了节不简单吗 因为他拐着这个他挡着先手 挡着先手 挡着先手就得挤他顶住 哦 顶中没完清 基本上 弯到这可以火 嗯 弯到这可以火 这个 黑旗破眼的时候白旗弯到这可以火 嗯 稍微有点亏 但这里的话就是 我们要注意如果消那个节的话 这个地方一旦被黑旗什么 能够把这拦住的话 嗯 把这个口拦住的话 这个地方还是挺可观的 嗯 就至少白旗 因为这两块要处理的时候是有一定风险 嗯 这个时候他如果把那个节当成是 极小大关子的话 嗯 他是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加好控制的 确实 对你要消节我就走一个 然后再走一个 嗯 我领会到了 我觉得白旗支手机不错 就咱们就把这鞋当成打死了嘛 我就外面走 我就外面走 我就外面走走不大的 对然后你这边我就 你这边找些菜我就跟着你应就好了 我就用有其他的后果之忧了 对因为缓期节这个还是差挺多的 对 那这个思路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比较简单 然后白旗粘一个找结 黑旗粘上 白旗再踢过来 没有踢了 没有踢吗 他走完之后直接把这块活了 哦 那就更简单了 嗯 这一开始我们一看明白他粘完之后怎么又走了 我以为是他放弃了 我觉得他粘完之后 他觉得这个结好像也没什么好 好打的就走了 后来我明白 这个其实他粘是防止别人开节以后 他粘这个不间断是绝对先手 哦 他有比如说做活的时候 以后黑旗要开节 再做完眼之后 这个粘变成后手了 嗯 他先把这个走掉 那个脚就彻底无所谓了 啊 唯一的遗憾就是这里面刺到一下 对这个有点可惜 不过以后也能刺到吧 就是他哦对开节还能刺到 对死不死的都能刺到感觉 那还行 嗯 黑旗尖 白旗就直接把这个 白旗拖住 简简单单 但其实这手旗 不走确实也是活旗 但是他这手走完之后可能留了一个 这个出头 嗯 现在这多了一个长的线手 你本来要活旗没有这个长的线手 有的是长线手之后 黑旗这边 有点薄 嗯 这里将来还是有问题的 木属 他认为很大 还是直接就来了 直接接 黑旗尖顶 嗯 就黑旗要想赢 光靠那个结还不够 嗯 就还得在这边 就是不能 这空的地方不能让白旗走得太舒服 嗯 这个 黑旗确实挺难的 哇白旗 同样的道理也是 白旗现在如果去消结 白旗花两手去消结 黑旗把这个如果能挡着 然后再把 随便去走一手的话 就随便走一手 可能反而比那个脚更大 嗯 因为这个我们刚才说那四手旗 平均一手旗也就一手十几目的价值 可能这一手都不止这个后手二十几目的价值 嗯 所以这个结就是大家都看的都不是那么的重 都看清了 这样也就简单了 对 反而黑旗是没办法 黑旗真的是必须的都要 对 白旗相对来说就从容于是 是 我觉得打结最难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判断上 对 就是这么一分析 高手可以一分析 一直点一点目啊 明白了 那我一手旗就下十几目 你一手十几目左右的 我其实就不亏 我这个结其实是可以 不要把它看那么重 就非得打赢这个事就不好办了 啊 那这样就实战 这个 看来白旗这个为什么要长啊 这个 还是 肯定是有备而来 看着 对看着盯着人家这个黑旗这个断的这个弱点呢 对 啊 断真有的天哪 搞事情 我又觉得 这里就直线就算是我们最简单的 这里打赤就跑出来 这个地方不会出现什么插错 所以 这种冲断什么的这个 肯定是 没有任何风险 嗯 这一下黑旗等于挡不到这了 这一下差 木树差挺多的 对 这里黑旗为了把这个口子给它封严实 啊 走了个口 苦肉计 对 这里得多送一个 是 好 再下来 嗯 这样的话 等于白旗无形之中又捞了一票 对 对 然后黑旗 七八木又多 黑旗的这个旗型就是断点啊 断点挺多的 嗯 打结是越来越不利了 对 这个地方白旗打黑旗不能再沾了 这个 现在黑旗虎 对 它这个走干净也就是为了这个打 这可以气掉 嗯 这个以后白旗打黑旗走什么呀 这个气 看哪 我尝呢 就冲回去 人家可以连回去但是 啊 可以冲回去 有一点点惨 哈哈 就这个地方没有木了 这一打确实挺残酷的 这个 你要尝的话 它等于走完之后再一提 这还有段 对 主要被削层皮 关键是这里有好多个结彩 嗯 黑旗要开那个结的话 是缓一期结 缓一期结 等于先开上去 是先损一手旗的 嗯 那一旦这打你还得硬的话 这是有有代价了 嗯 嗯 二百旗提 现在二百旗不爬 都是结 结彩 黑旗走 对 白旗压 我觉得白旗还是挺响的 其实旗压已经都走到这儿了 白旗为什么不再走一下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 这个黑旗这个结又消不了 现在 都已经走成这样了 我就 很有想在 就如果没有风险了 走这儿或者走这儿也行啊 就再走一下再去提 感觉更踏实一点 对 我也觉得是 实际上是提了 黑旗走过来 对黑旗肯定需要来这儿了 嗯 嗯 我们真的就是 一落后就直接找别人最弱的一块鞋 就绝对不会错了 对 这块鞋 虽然它不弱 但是它也是棋盘上最弱的 嗯 白旗贴 哦 黑旗来了 黑旗 最狠的 最狠的 这个棋 如果白旗挡这个的话 黑旗要走开 顶 还是厂 厂这个是吧 厂这个 厂这个 厂这个是被挤住有点危险 嗯 顶 就应该吧 我摘上 可不就搬下来 嗯 这样黑旗走到 一些木啊 白旗有点不舒服 还是说要沾上 哇 沾上太狠了 就下手要冲到 也不是没可能 哦 也不是没可能 有可能 嗯 这里至少就是感觉上 还是有点乱呢 有点点混乱 这里你要尖的话 它应该是 这个要往下冲的感觉 嗯 这个其实不是很完整 嗯 实际上它简单沾上 沾 黑旗飞 对 这这三下感觉 一下局面就混乱 嗯 这个是 这个体现出这个年轻气球 这个嗅觉确实 嗯 非常好 嗯 就是在刚才这个看似 看似没有任何问题的地方 一下就给你闹嘴了 这个 不适合要掌握 嗯 白旗靠 嗯 白旗靠也是先把自己这个 这个站稳 嗯 黑旗如果要硬的话 白旗好像是 应该可以挡下来 嗯 嗯 黑旗 不住 白旗顶 黑旗应该拐过吧 嗯 吃掉 这如果白旗能活的话 这个 也算是简明处理 是 但我感觉这个旗 TT好像也 没得着什么东西 嗯 对 走完了白旗最两首旗 还是有一首旗 问题是本身白旗一个这样的形状 黑旗真要想走到什么 也很难 太欺负人了 也只是一个幻想 我觉得 幻想与现实的差距 这就是 白旗签 黑旗 斑 这么狠 对啊 这个地方白旗没有冲过来吗 他为什么没有冲过来 冲过来怎么办呢 他为什么没有直接冲过来 他觉得这个地方 对 丢了木 我觉得这个 能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大的关子 能啊 我觉得可以啊 其实没什么不能的 但可能白旗的实地优势也没有那么的大 最低 判断过于乐观是吧 不能太乐观下去 嗯 是是是 实在是 白旗签到这儿 嗯 黑旗 黑旗 黑旗斑 黑旗还不让白旗 这么简单的过去呢 那白旗冲过来这是什么呀 看起来 对 我们就直接看实在 我没有看出黑旗有什么太大的 就沾上实战 黑旗继续冲 嗯 白旗拐 哦 这样的话 如果 比如说可以把白旗冲成 紧柱的气 就可以从这儿跳点 是吧 那直接跳还是没有 直接跳 是不是可以冲过来 就是我再冲的话 我怕损了一个眼 哦 是这个意思 应该是 对 应该他就担心这跳一下 然后损了一个眼 嗯 这样白旗这块鞋就活了 嗯 所以他要先冲一下 不给白旗退路 嗯 这样白旗掌向的时候 他再来 再来把这个地方给分段 嗯 但其实白旗这个旗的主体是不可能死的 其实白旗再加回去之后 跟刚才那个 我觉得也就是大同小异 嗯 加回去 跟白旗直接冲回来 黑旗穿过来 嗯 现在区别就是白旗这里送的一个子 损了一点 然后黑旗外面冲了两下损了一点 嗯 这个旗白旗 今天这个 对白旗还是不 他好像很看重这下面的木树 嗯 嗯 白旗很看重下面这个木树 我觉得这样怎么感觉 他已经活了 他觉得他这块旗已经活了 嗯 他这手还是挺狠 狠 是狠 嗯 走完之后这个旗是牵手 然后黑旗要断的话 把这里冲出来 应该死活没有问题 哦 黑旗断了 这个打持还是一步好旗 对 这个明显是职业的感觉 对 我们不要盲目的往这里去打 这样就帮黑旗去补毛 因为黑旗 他这个旗 这个旗子 他不是与这边连接的 因为他肯定要从那冲出去 嗯 他等于那个连接才厚 嗯 所以黑旗这个旗总是一手旗 这个时候白旗是不一定会提的 对 就相当于这种形状嘛 你连下两步旗 嗯 你可 你应该就不会这样放了 你可能就这样选择从这冲出来了 嗯 黑旗冲 白旗打 这也是先耍完 再说 但这 这会不会 有结材的关系啊 他应该是 哦 他 他还是继续走的是吧 我觉得应该是不能提那个结 我觉得提那个结的话 一旦提那个结 这个地方为白旗靠进来 可能 打赢那个结 因为 也不行 对 一个是打赢 他提完结一旦打不赢的话 这等于扔一手旗 嗯 压力挺大的 然后这边已经基本都定完行了 这个地方 断打白旗是有很多的结彩的 嗯 黑旗也不可能来说补一个结 黑旗想 在别的地方找出比白旗多 这个地方的结其实很困难 嗯 所以他不敢轻易去提结了 嗯 就白旗冲断之后 他应该就不敢提结了 黑旗打完了 呀 这个黑旗打完了虎好像有点舒服呀 这个就直接连回去了 这个从木树上来说 那白旗为什么要长这个呢 他长其实也有一定的木树 以后拐完之后让黑旗瘦 嗯 嗯 但是看起来 拐完之后 有点亏是吧 对我觉得这明显 黑旗也不会马上走 感觉长一下有点没必要 其实 没有必要我觉得 嗯 哦 他可能是担心这里头有没有什么手段 但是我觉得这跟 这个长也没有关系啊 就是长掉的话 黑旗该怎么走还是 直觉上这地方可能会有一点点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 但是没有 看出 我也没有看出来 对 但是 这个黑旗不能打完拖拖我吼一个就没事 你走这个 我 你吼 你吼 我吵你走我打蚩 这样就没气了吧 嗯 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嗯 我觉得这有没有必要 对 因为本身断这个 但是他可能 对啊 这个是一个简明局势的一个做法 就长完之后这里头 这手长肯定是对里面有点木树 他如果把这三个子当成 木树肯定是有 他如果当成这块鸡筋活了 这三个子只是废子的话 这里拐一个让你多补两手 这个木树跟这个三个子的木树应该是差不多的 嗯 所以他这里就防住了以后 你至少你在里面找结你是不好找了 嗯 你本身你要没有这个长的话 你可以肆意的来找结 现在的话 你找结是很很要担心损的 哦 嗯 嗯 但是 白气飞 飞 他觉得这样应该是简明了 嗯 可以去靠 可以去靠 白气团掉 快顶住 可以去打吃完了 这样粘上 黑气过去 这样白气就简单的把这个活了 然后挤 一点点 这些都是新种 嗯 好 尖 这样黑气这三个子和这个子这个弱了 嗯 这样白气就已经活了 然后再往这边走 他一打这个就准备消解了 哦 把这个白气踩走了 就先手便宜了 应该是这个消解了 哦 冲 冲 对 白气提 黑气拐回去 嗯 然后 再提 哦 直接不给黑气打回去的机会 对 提了 然后提 黑气打吃 白气挡 哇 我感觉白气这个下太稳了 这个都要挡一下 哦 拍截太有力了 嗯 这手挡很大的 这不挡有可能被飞进去 嗯 白气 白气 嗯 白气 白气 挡住 白气 把我黑气提 塑了一下 对 对 先手 忙 因为飞气全盘可能已经没有合适的结了 就是 只有这种小结了 所以这个结就没希望了 就 永远不可能打 黑气竟然打进来 打进来之后他也就做做样子 其实 哈哈 大吃 照剑 这最后一个结都给找 嗯 还有爬 爬一个 可以拖着找 对 然后 白气粘上 对 黑气打吃 白气 我应该吃这个 黑气搬 这个结应该白气还是 对 看真杀起来 这个不见得是绝对先手 嗯 白气粘好像找得很舒服的感觉 对 黑气拐 白气 提了 消结了 嗯 好 黑气顶 好 这个白气是火气 黑气也就是走一点木树吧 就直接这样 对 对 就中间走一点木树 白气走之前先冲了一下 嗯 嗯 然后 黑气把这个粘了 这样就相当于就是 收关了啊 基本上 这个全盘最不确定的因素 这个地方已经结束了 嗯 白气现在就是把自己做活就可以 一起搬 白气 回到这儿 这样的话这两个眼是确定了 对 黑气 打吃 白气打吃是先手 对 对 白气的全力 嗯 然后白气再挤掉 上面挤 这个 跟黑气走掉 应该都是打僵了 对 然后飞 尖 对 对 靠 嗯 冲 冲 嗯 断 对 白气 白气这个子不能跑啊 这直接打出来了 这个应该是 所以 黑气只能管是这个 黑气不过是整个形 挣扎一下 我觉得 不是真行 往旗盘上走两个子 然后并住 可以白气冲 这个时候 黑气确实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挣扎了 白气挑 嗯 嗯 其实两盘气有点相似 嗯 白气先把地给抢了 然后 是 最终黑气 找不回这个 嗯 铺一个 铺一个还有气 也没起 就是定个形 黑气应该是 判断这个实力上不太 应该是不太够了 哦 实战其实白气还在跟他这个地方 做个结 对 但这样我感觉黑气也不太行 因为 这个走完之后 黑气吃回去 这个地方变成一个打结了 哦对 这样 然后白气提掉还是先手 这样的白气这个地方有眼 黑气这个还得补回去 白气先手过 对 对 那这个结对于白气来说 就没有压力了 对 基本上还是一个无有结 关键是黑气前面 已经把所有的结材都找光了 对 现在已经没有合适的结材 嗯 那之后的棋我觉得 也没有必要再继续摆了 因为这个时候白气已经领先很多 好 那这盘棋呢 就白气 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应该是 嗯 好 那我们今天讲解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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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